日前国产疫苗高端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酸说 同样是蛋白次单位疫苗 美国的Novavax没有拿到EUA 台湾首先做出来全世界最厉害 而被问到先前台北市批发市场爆发群聚感染 医服会执行长王毕胜代表指挥中心 频频跟北市府开会 但柯批却点名要王毕胜自己讲贡献在哪里 这也让陈时中出面护航子弟兵 反批柯文哲的说法不厚道 十一中央购买国外疫苗进度 就连台湾国产疫苗高端 先前拿到卫福部EUA紧急使用授权 柯文哲也开酸 抛口对准卫福部北市先前爆发批发市场群聚感染 当时中央地方成立联合前进指挥所 面对中央接管才控制疫情传言 柯文哲直接点名 衣服会执行长王毕胜贡献在哪里 陈时中护航子弟兵反批柯文哲 但柯卫依依旧自认北市贡献最大 打疫苗甚至到收垃圾 设立一个联合前进指挥所 那里面不管做什么决定 实际上执行的还是台北市政府 王毕胜脸书回应 去过很多地方参与疫情处理 目标就是疫情退散 至于有什么贡献 没往纳想过 批发市场疫情终于平息 到底谁的功劳 如今却成为话题 接送讲高子瑶 台湾报道 感谢观看